康王妃来了就好 太后的病 康王妃有办法 杨末上前行礼 太后抬起手 让杨末起身 太医院的药 平时里都是好用的 这几天却不知怎么了 不管是丹方还是针灸 总是欠些火候 内侍拿出了诊诊 杨末上前诊治 太后娘娘伸出手揉着胸口 杨末抬起头 太后娘娘除了身上疼 可还有别的病症 太后长长地出了口气 唉 心慌 总是觉得喘不过气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救急发了 谁都知道太后病重 是因为过季的事 太后和皇上的关系 也因此十分紧张 太医院都说是发了心急 太后让人扶着坐起来些 这样气息才能更顺畅 哀家觉得和之前又不一样 所以才匆匆忙忙地将她请来 杨末上前 仔细给太后检查 太后嘴唇轻紫 呼吸稍有些短促 怎么样 太后捂住胸口 杨末摇摇头 太后的病恐怕比往日要更加厉害些 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太后忍不住心慌 眼前也有些发黑 康王妃可有好方子 方子没有 但是有个法子 杨末抬起头看向太后 不知道太后能否让我医治 到底是什么法子 太后看向杨末 康王妃的医术谁都知晓 她也亲眼见过 她也听说康王妃会将水灌入人的身体里 用刀给人开膛破洞 总不能是这样来给她治病 若是平时 太后会仔细思量 可如今的疼痛让她顾忌 康王妃说说 是什么法子 杨末打开药箱 从里面拿出一根长长的针头 我要将这样的东西 刺入太后娘娘的心脏 看看是否能从中抽出液体 周围仿佛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屋子里安静的让人觉得亥然 杨末的声音是格外的清澈 那长长的针头 好像一下子扎入人的头皮 让人浑身大着哆嗦 用那样的东西刺入人的心脏 还要看看能不能从里面抽出东西 就算知道康王妃治病的法子 向来非同寻常 亲眼见到康王妃手里的东西 还是觉得说不出的恐惧 那些东西怪异又争宁 不像是拿来治病 而是如同监牢里的刑具 发着惨白的光 太后看向身旁的女官 女官的脸上早已经没了血色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有没有别的法子 女官低声问 杨末道 没有别的法子 软榻上的太后气息一差 顿时咳嗽起来 丁月使听到杨末去慈宁宫 给太后娘娘诊病的消息 太后娘娘传她去诊脉 她忙吩咐学生 背上了药箱 跟着内侍去了慈宁宫 康王妃怎么说 提到这个 内侍脸色难看 用手比划了一下杨末针头的长度 要用这样的东西 扎太后娘娘的胸口 别说太后娘娘这样的贵体 不能这般 就算普通人 吓也吓死了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康王妃胆子也太大了 丁月使心里一颤 院士大人 您说说 这是不是闻所未闻的事 是 丁月使说到这里 却顿了顿 半场才接着道 不过康王妃既然这样说 就有她的道理 说不得病症只能这样治 内侍诧异地看向丁月使 没想到丁月使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到底是怎么了 换作平时 太医院早就站出来反驳 院士大人 您也干这糊涂了 丁月使摇头 整个大洲朝 所有的大夫加起来 医术也不如康王妃 太后娘娘 我们每次都过去医治 却也不见半点好转 要说谁能治好太后娘娘的病 定然就是康王妃 定然就是康王妃 太后娘娘病了的消息 一路传到上庆院 皇帝皱起眉头 可传了太医去医治 韩公公公申道 太后娘娘请了康王妃过去 康王妃 那个阳士 皇帝喝了口茶 康王妃说怎么医治 韩公公忙用手比划了一下 听说是用这么长的针 扎到太后娘娘心窝里去 然后将里面的血抽出来 奴婢听到这样的话 都吓得头皮发麻 韩公公两手之间 有肩膀宽的距离 这样长的针 皇帝觉得心里一颤 眼睛也透亮起来 韩公公将头沉了下去 嘴角扶起一丝笑容 皇帝最喜欢新奇的东西 不管是对谁 只要听到了奇怪的事 就会追着询问 康王妃在民间治病救人的许多事 平日里到她这里就压下去了 皇帝知道的 不过是从朝廷上传来的那些 否则早就提起了兴趣 皇帝一下子从莲花座上站起身来 还有这种事 太阳那边有什么话 太后病了不是一日两日了 就连她吃的金丹也时常送去 人老了就会越发病得厉害 没有成仙的人 未免要经历一番生老病死 所以她才会想要修炼成仙 太后却不明白她心中所想 连同几宁侯府一起 要给她安排个子嗣 好像她立即就会死 太后嘴上不说 心里还是厌恶她的做法 否则就算是要从宗室中过几个孩子 也该和她商量 用不着这样的遮遮掩掩 串通刘雁田一起来做这件事 无论是选择子嗣 还是将来的储君 能做决定的 都应该是她这个皇帝 韩公公从小内侍手里接过扶尘 递交给皇上 顶月使说 太后娘娘的病只能 也只能康王妃治 太医院都这么说 她要亲眼去看看 杨氏到底用什么东西 给母后治病 让人准备不年 皇帝走了两步 我要去慈宁宫看望母后 韩公公立即去安排 太后看着眼前的针 这针和平日里见的不同 刺入人身体里 仿佛能带走些皮肉 拔下来的时候 留下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只要想一想 就觉得吓人 无论怎么看 都不像是治病用的 太后困难地喘着 每次呼吸 都是用尽了力气 却换不回多少气息 旁边的女官上前劝道 太后娘娘 还是用太医院的药吧 康王妃的法子太 太吓人了 不管是钥匙还是针灸 都比这个看起来稳妥得多 太后点头 让丁院使给我用针吧 丁院使被请进内殿里 施针 杨墨等到丁院使从内殿里出来 丁院使的脸色难看 用了针 可是不见好转 意料之中 这病用常规的手法 定然是不会有疗效 否则他也不会那样说 还有多久 会更重起来 丁院使已经没有了主意 照他的经验 太后娘娘病成这样 恐怕是难治好了 杨墨将麦案写好 递给丁院判 随时都会 太后娘娘的心音 听起来不好 得不到治疗 只会越来越重 我说的用针穿刺 只是第一步 如果重起来 就要做心包开窗 心包 丁院怕已经知道是什么 心包开窗的意思 难道就是要将心包上 做一个窗户出来 做个窗户 难道对人无碍吗 丁院使使劲询问 只听传来内侍的声音 快快快快 皇上的布娘到门口了 慈宁宫的宫人立即站出来迎接 杨墨看着穿着道袍的皇帝 从眼前走过 那双脚在他面前略微停顿 然后低沉的声音 从他的头顶传来 康王妃 你要怎么给太后娘娘医治 是好奇她治病的法子 杨墨声音清洗道 用长针刺入胸口 查看是否有机验 为了防止创口有变 要用我们做的新药 给太后娘娘提前治疗 皇帝皱起眉头来 你说新药 是新药 我们饱和糖 才能做出的新药 听到做出新药 皇帝脸上浮起笑容 听说给董昭治病的时候 经理很多人帮你开炉治药 皇帝的声音里 带着些许兴奋 杨墨道 是 就是这样的药 皇帝脸上的神情 与发好看起来 要不是听说饱和糖 开炉炼丹 他还不会轻易地 就给周成林复决 杨墨的事 闹得经理沸沸扬扬 总是长辈 接二连三的上奏折 皇帝心里 却对这个杨氏 没有多少厌恶 甚至想过 要将杨氏弄进宫来 他就喜欢 不按常理行事的人 譬如他 譬如杨氏 没想到杨氏 果然炼起丹药来 真是有趣 康王一直反对 重开上清院 大约怎么也没想到 后辈子孙 会想方设法地 迎娶一个炼丹的女人 太有趣了 这个比杨氏在外 抛头露面 治病救人 有趣多了 只要想想 他就会笑出声来 就因为这样 此时他看杨墨 不知怎么的 看出了几分赏心悦目 那要在什么地方 杨墨道 在宝和堂 皇帝满意地点点头 刚要转头走向那点 只听里面的工人 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快来人呢 丁院士 快来 丁院士急忙带着太医 快步走进内殿 很快太医院的太医 就跑了出来 康王妃 您快去看看吧 我们院士大人 请您进去 太后寝殿里挤满了人 见到杨墨进门 工人内室纷纷避让 丁院士也让开 床边的位置 杨墨静止走过去 查看太后的情形 怎么办 怎么办 丁院士已经没有了主意 眼看着杨墨的手停下来 丁院士的心 都紧紧地揪在一起 要立即按照我说的 用针穿刺心包 否则 就会有性命之忧 丁院士 你去向皇上禀告 若是照我的法子医治 立即就让人去宝和堂 将朱扇和药带进宫里 皇帝快速地 在大殿里夺着布 看着慈宁宫里的摆设 和十几年前 好像没什么两样 从前他觉得过于陈旧 不知怎么的 现在他却看起来很舒坦 但是这样的舒坦 随着外面的嘈杂声音 顿时变成了心酸 他讨厌这样的感觉 皇上 丁院士上前禀告 太后娘娘不太好了 微臣等没有了法子 只有康王妃还能一世 是否请康王妃治政 生死乃人间常事 可不知怎么的 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却有些心烦意乱 皇帝看向丁院士 丁院士一脸的仓皇 太医院的确没有了法子 不是所有的事都有的选择 现在只有阳士 只有阳士有法子治病 让阳士快些一致 皇帝终于感觉到了恐惧 这种突如其来压过来的恐惧 密密麻麻地笼罩着他 这就是他的恐惧 他已经坐拥天下 如今最大的恐惧 就是命中注定的生老病死 他想要超脱出凡尘之外 与天同手 皇帝脑海里 突然浮现起 先皇责骂他时的模样 也昏沉沉的 大殿里点燃了许多蜡烛 却还是那么的黑 先皇站在他的眼前 怒吼着 将奏折砸在他的脸上 一句句地骂着他废物 废物 急不上康王世子半点 不知是不是因为 慈宁宫太过沉就 他心里忽然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什么东西正在轻压过来 要将他死死地压住 让他动弹不得 到底是什么 是康王爷 韩公公低声道 天家 康王爷替折死等剑呢 皇帝皱起眉头 什么事 雨连下了几日 恐怕是有灾情了 京城大雨 一连持续了几日 开始有奏折地上来 不见 朕没空听他的陈词烂调 忽不没言子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谁也别想打朕的主意 韩公公应下来 然后请着散出门 让康王来办这件事 皇帝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满朝文武都惦记着 他在弹炉里花的银钱 这件事就交给周成林来办 周成林的正气仰视 不是也在练弹炉 看他有什么话说 韩公公一路跑进慈宁宫 将皇帝的话 一字不差地告诉周成林 王爷 您千万要保重 就算他是个无根之人 也知道整日 躲在上京院的那个天师 正在将手里的权力 交给康王 听说太后娘娘 要过继宗室的孩子进宫 她还担忧了好一阵子 没想到皇帝立即勃然大怒 只因为觉得那些金丹 已经起了效用 一直吃下去 她就能拥抱性命 离她盼着的日子 只有一不知遥 那婚居还不知想 韩公公脸上布满了笑容 王妃怎么样 周成林低声问 一切都好 您安心 周成林点点头 若有什么差错 要将王妃平安地送出宫 自从康王妃开始 给太后看诊 慈宁宫里 慈宁宫里里外外 就换了不少人手 就算是出了事 也能保住康王妃平安 杨末并不知晓外面的事 也不知道周成林这时候 向韩公公打听宫内的情形 他只是看着针头 一点点地向前送 这样的医术 他已经练习了许多次 没有超声波仪器 他就要不停地练习手感 让自己的手 成为最大的感官 就是这样一点点地向前送 丁院使在旁边 看着满头大汗 那针戳进去 不停地戳进去 杨末松开手 开始抽携 丁院盼一眨不眨地 看着拿水晶针管 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是康王妃弄错了 会之不对 他过于小心 没有将针头送进合适的地方 丁院盼以为杨末会放弃 谁知道杨末 又向前送进了些针 这要多大的胆量 和多厉害的医术 才能这般地淡然 杨末的手指 稍稍向前移动 有一种冲破的感觉 立即传过来 就是这里 杨末重新慢慢地拨动 抽吸 这一次没有用太大的力气 顿时有液体被抽了出来 他判断对了 就是风湿造成的心包鸡叶 鸡叶被抽出来 太后本来苍白的脸色 豁然之间就有了血色 活了 不用去把脉 也直到人活过来了 只有身体里充满流动的血液 整个人才会有勃勃的升级 那颜色不是苍白 更不是灰暗 而是鲜亮的红粉色 丁院士紧紧地盯着那针管 针管慢慢地将液体充盈 不知不觉中 丁院士倒出了一口冷气 只觉得眼睛一热 心脏快速跳动 放肤要从胸膛里冲出来 他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挪到了杨默的脸上 这不是医术 这是神术 认识康王妃这么久 跟在康王妃身后学医术 他总是渴求学到的更多 将来会和康王妃一样 直到今天 他在一旁真真切切地 将康王妃诊病的过程从头看到尾 他豁然明白了一点 他是永远都急不上康王妃的 那种光是有勇气承认既不如人 光是努力钻研心的医术 也达不到 那是永远永远不能跨越的距离 奇怪的是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 觉得不甘悲哀 他豁然觉得骄傲 因为他认识了康王妃 他见识到了康王妃的医术 他比任何一个人还在埋头有仙人的旧方 井底关天的人是要多幸运 他看到了真正的医术 丁远盼忽然笑起来 他这辈子立志要致命救人 不管怎么样 都要谨守学医术时立下的承诺 太医院被逢当把持时 他还以为永远敌不过强权 却没想到会有今天的情形 他从不知道 自己这样不入流是想要什么 而今站在康王妃身边 他才明白 他是为了有一日 有资格站在这样的人身边 他守着本心 只是为了能看着他 站在他身边 他会告诉他为何要学医术 为何要治病救人 他这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 刘雁田听得头皮发麻 太后娘娘现在怎么样了 小内侍摇头 慈宁宫那边不准人随便见出 只有太医院的太医来来往往 刘雁田竖起眼睛 那就问太医 说到这里 小内侍咽了一口唾沫 他不是没有试过 黄公公虽然卧病在床 这些事早就交代下去 他怎么敢不尽力去办 太医都不肯说 因此